作为2021年度最受期待的剧集 余生请多指教 19年11月份就已经杀青 但时至今日迟迟没有播出 还经历了官宣后撤党的事情 大大消耗了外界和粉丝对于该剧的热情 但每次一定有定党的消息传出 还是会引起广泛的关注 而近日就有传余生请多指教 即将在3月15日接党婚姻的两种猜想播出的消息 官方还有可能会在明天官宣定党 从目前的各种动向来看 可信度极高 还有观众发现 视频平台的余生请多指教 封面图画了一张新的海报 照片中杨子和肖战深情相拥 还上演了摩头沙 画面好甜 CP感也很强 而且平台上线了余生的OST合计 虽然被粉丝发现后 平台就紧急把这张海报线下 换回回来的旧版海报 但还是被演技首快的粉丝保存了下来 在网上流传开了 而且婚姻的两种猜想即将收官 但湖南卫视的节目单上 暂时没有显示新剧的消息 余生到时很有可能会直接空奖播出 还有人爆出了 湖南台3月14日至20日的节目表 排在带播剧最前面的就是余生请多指教 而且只有29集 第二是爱的28定律 所以说余生这次真的可能要来了 传出余生明天即将官宣定党的消息后 杨子的官方 网宣组空降粉丝群 提醒所有粉丝 明天全员保持在线 但让他们发言时要谨言慎行 从这也能看出 明天官方应该会有什么大动作 网宣组才会输到消息 提前跟粉丝打个招呼 当然因为之前被溜过几次 很多粉丝都表示余生不播出 一席都不相信 也有人觉得是湖南台为了接档剧的热度 在营销炒作 因为网上也有接传档的可能是张翰主演的 东巴区的先生们 主演们还录制了《你好星期六》宣传 接档的也有可能是谭松韵主演的《请教我总监》 但也有博主透露 东巴区的先生们只是网播 而《请教我总监》在4月份被播 档期上没有冲突 目前余生只差广电签字就能空降播出了 之前也有人爆料 余生要改名为《美好的幸福》 但之间没有确切的消息传出 改名对该剧也会有影响 因为余生请多指教这个剧名更好听好记 又有辨识度 《幸福二字》已经被国产剧给用烂了 而且热巴任佳伦主演的《郁娇记》 预计明天也要官宣定档了 该剧最近一直在营销预热 杨子和热巴这缘分也是没有谁了 两部剧的档期要是撞了 到时候粉丝恐怕又要撕起来了 而且四位主演都是流量艺人 有预感到时候肯定不会太过于平静 余生今年年内肯定要播的 因为都杀青两年多了 拖得越久对该剧的伤害越大 而且因为杨子和肖战都是顶流 这部剧的关注度极大 光是预告片播放量距禁高达4.6亿 集军1500万家了 现在卫视大盘太冷了 收视率怎么样不知道 但余生的网播量肯定不会太差 也希望明天能够听到剧组传来的好消息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